怀疑是迷魂党的不法分子再次出现 来自甲洞的一名六旬老翁 怀疑掉入迷魂党设下的骗局 前后被骗走了28万令吉退休金 行动党直辖区公共服务及投诉局主任 尤家豪指出 老千先是取得老翁的信任 让他完全失去防备心 之后趁机骗走他的钱财 向行动党直辖区公共服务投诉局 投诉被骗的是现年62岁的沈富财 他是一名退休运输员 他今天在女儿的陪同下 召开记者会申诉 自己疑似掉入迷魂党的圈套 被骗走了高达28万令吉的血汗钱 沈富财回忆 在今年的5月1号 他如往常一样到甲洞的某一家购物商场流达 突然有两名年龄为20多岁的年轻华裔男子 向他搭讪 沈富财指出 当时候的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感觉好像是被对方迷了魂一样 竟然一起去了银行 从柜台提出了3万令吉的储蓄 两天后也就是5月3号 大约下午3点 其中一名男子还以帮忙把钱交给孩子为由 把他带到甲洞的公积金局 提出了25万令吉 申请转网银行户头 沈富财的女儿在记者会指出 不排除是从谈话中得知沈富财喜欢钓鱼 事后这两名男子还带他到霹雳的10兆远钓鱼 他们应该是预算好了一定的时间 带他出去三天 然后三天刚好是KWSP那边 可以把钱转到银行的 所以他们回来之后 就有带他去他一趟KWSP 然后在他去银行 为了警惕大众多加防范 沈富财已经针对此事 在5月9号向警方报案 但至今依然没有这两名年轻男子的最新消息 对此行动党之家区公共服务投诉局主任 尤家豪表示 当局会写信给警方 公积金局和国家银行等 了解案件的调查进展 他希望相关机构可以提供资料 协助调查此案 另外尤家豪表示 骗子是在取得老翁的信任之后 让他完全失去防备心才有机可乘 因此他呼吁民众要多关心家中的父母 多跟他们聊天 以及叮嘱钱财的问题 以免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NTV7实习记者王新宇采访报道